心裡起了個念頭 這個念頭無非是想控制 叫想干預 想干預 都錯了 古大德有一句話說 好事不如無事 無事是智慧 好事也是遭遇 那一夜就有善悟 善悟往往自己沒有智慧 不能判斷 自己以為是善 殊不知它是悟 那為什麼呢 給別人帶來不放心 我們以為這是好事 那是我們的標準 不是它的標準 真的難啊 只有羅漢以上才能見到事情 真實的情況 為什麼呢 阿羅漢是真的無果 見思煩惱斷了 才能見到真相啊 帶著這些自私自利 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 這個有色眼鏡看外面的東西 你全看錯了 全是自己的標準 自己標準 當然就會給別人起發生衝突 衝突一發生 自己要不知道退讓 最後是年败俱上 別人如果含著有冤屈 那就會變成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 劉同修告訴我 世界最殘酷的夜報 無過於戰爭 在戰爭當中死亡 他永遠還在戰爭 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來問我 我給他印證 一點都不錯 我在修佛的早年 應該在修佛之後二十年 常常做夢就打仗 因為我們小時候 身在抗戰時期 中日戰爭 在逃難在打仗 你看這個印象多深刻 學佛二十年了 有時候還做這個夢 在逃難 那麼由此可知 在戰場上死亡 那個阿賴耶的意識 永遠抹不掉啊 死了以後 他沒有覺得死 他還在打仗 如果不就 幾百年幾千年都在打仗 真的是苦不堪眼啊 每一天都在驚慌 當中過日子 恐懼 身心都不能安穩 啊 身身世世 要搞上幾百年幾千年 你是多苦 只有菩薩慈悲 遇到菩薩了 啊 菩薩 跟他們信 同類神 講經說法 幫助他們救 啊 覺悟之後 才知道錯了 覺悟之後 戰爭早就結束了 他不知道結束 啊 啊 再慢慢 恢復正常 要多可憐啊 啊 心有真知 就有所悔悟 怨恨 腦怒煩 就出來了 嗯 好